鲁迅曾说过 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感到很空虚 当我闭嘴时 却觉得充实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 言语与内心世界的关系 古往今来 多少人因为一张嘴 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他们口不择言 胡言乱语 或者成口舌之力 图意识之快 却缺乏深藏的智慧与运见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愈加频繁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 保持一份沉稳与理智 成为了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言语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更是维护人际关系的桥梁 掌握好言语的艺术 能让我们在社会中游刃有余 也能让我们的内心保持宁静 接下来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 探讨关好嘴 守住新的智慧 并通过历史名人的势力 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启示 善于倾听 少说多听 首先我们要明白 真正的智慧在于 善于倾听 而不是给予表达自己的观点 老子曾说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有修养的人 往往能在交谈中选择沉默 学会倾听对方的声音 曾国藩是一位 深具智慧的历史人物 他在政治斗争中 展现了高超的应对能力 有一次 他的朋友王凯运前来拜访 王吉利劝说 曾国藩拥兵自立 推翻清朝 王凯运滔滔不绝 引经据点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被他的热情所动 他低头手沾茶水 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旺字 暗示王凯运狂妄自大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在面对别人的狂妄与无知时 曾国藩选择了沉默 而不是直接的争辩 他用智慧化解了当时的尴尬 同时保全了自己与对方的面子 这正是智人的清醒与平人的修养 在人际交往中 保持谦逊与耐心 让人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 倾听不仅仅是等待对方说完 而是用心去理解对方的意图与情感 通过倾听 我们能更好地把握 人际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从而使自己的言语更加得体 维护和谐的交流氛围 智人不平人 智人不平人 是另一条重要的原则 在我们生活中 难免会看到别人的瑕疵 缺陷与不足 但我们应该懂得 心里明白就好 不必当面指出来 以免让他人感到难堪 古人云 看破不说破 曾国藩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 通过观察与思考 他能够准确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与能力 却从不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样既给他人留下了体面的台阶 又展现了自己的修养与气度 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的见解 去指点别人的是非善恶 更不能以自己为标准 来裁判他人的思想与价值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与思考方式都不同 轻率的评判 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与摩擦 试想一下 当我们遇到他人不足时 如果能够选择包容与理解 而不是指责与批评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将会更加和谐 学会以聪明的头脑甄别他人 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人 才能在生活中创造更多的美好 知识不言是 知识不言是 是处事的另一种智慧 曾广贤文中有句名言 守口如瓶 防疫如成 这句话强调了言语的分存感 一个人如果心里藏不住事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言语失当 轻则失去信任 重则泄露机密 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上 明朝的徐有珍 曾担任内阁首府 与宦官首领曹吉祥争斗不休 起初 徐有珍凭借自己的权势与谋略 让曹吉祥一度手足无措 然而 一次闲聊中 曹吉祥不经意间提到了一件机密的事情 而这个事情 徐有珍曾经与皇帝谈过 结果 皇帝对徐有珍非常生气 认为他泄露了机密 自此对他失去了信任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在生活中 有些事情是秘密 有些事情是隐私 还有一些事情 则是我们不愿意试人的成就或伤口 知识不言试 是一种成熟的智慧 是对他人信任的尊重 保持沉默 管住自己的嘴 不仅能够保护自己 也能保护与他人之间的信任与友谊 懂得守口如瓶 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立于不败之地 知理不便利 在生活中 争论往往是毫无意义的 卡奈基说过 您的争论的唯一方式 就是避免争论 争论不仅可能伤害感情 还可能让我们在一面子的问题上 失去理智 杨将与钱钟书是一对恩爱夫妻 但在一次出国流血的邮轮上 他们却因为一个法语单词的发音问题 而争吵 杨将认为钱钟书口齿不轻 而钱钟书则坚持自己的发音是正确的 最终 他们找来了一个法国人来评判 结果证明是钱钟书的问题 两人因此而闹得不愉快 事后 杨将对这场无谓的争论 感到深深的懊悔 他意识到 这样的争论不仅没有意义 反而让彼此都感到难过 杨将说过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 我都不屑 这句话体现了他对争论的深刻反思 人生短暂 保持快乐的心境是多么重要 为了无谓的争论 而破坏了好心情 实在是得不偿失 真理不需辩论 歪理也无法通过辩论改变 在与自己频率不同的人争论 最终只能是自寻烦恼 毫无意义 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这句古老的谚语 蕴含了深厚的智慧 有人问圣贤 你最怕的东西是什么 圣贤只指自己的舌头 打道 我最怕他 因为舌头的言语能够给他人 也能够给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学会沉默 管好自己的舌头 就能远离许多烦恼 避免不必要的人际关系的纠葛 在生活中 有时候沉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它不仅能让我们保护自己 更能让我们在适当的时机 选择最合适的言语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想想看 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情绪激动或不理智的人时 沉默往往是最好的选择 通过冷静的思考 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问题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的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 管好嘴 守住心 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 更是我们在复杂人际关系中 获得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懂得倾听 善于观察 守住秘密 避免争论 都是提升自己修养的重要方面 人生短暂 珍惜与他人交流的每一个瞬间 用智慧和善意去化解冲突与误会 最终 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社会中 保持一份宁静 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共同努力 学会沉默与倾听 管好自己的嘴 守住自己的心 迎接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